大家好 我是Mira 最近因為防疫都經常留在家 然後我們公司為來就在想 究竟在家可以做些什麼呢 所以我們互相給大家一些在家可以做到的 防疫大挑戰 我今天的挑戰是波仔給我的 一天裡面只可以吃愛的必降的食物 所以我今天全天就會吃北韓 雖然我沒有去過北韓 但是非常幸運 早前我去了宏大新開的北韓餐廳 所以大概知道 北韓的味道是什麼 我對北韓餐廳有一點點概念 而我給出來的挑戰是什麼呢 大家去Annes的頻道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我就會全天來家 要做的就是剪片和 早前我買了一些香水圓液回來的 想做香水 希望可以做出一個我喜歡的味道 不過真的不知道 很難說 我相信只做這兩件事都足夠甜滿一天 所以現在就要開始我的 一天不韓烈里 燈車 也要是白癢 1個清洗衣 3個清洗洪子 5個最少的星期 1個清洗的 中水 小火 放入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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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小火 放入大蒜 用大蒜 用大蒜 放入大蒜 放入大蒜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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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牛肉 和牛肉 将其是白骨 沸騰 蛋 鰹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Yuan Seri刚刚到不幸没多久 然后她在这张浴室的家里 这张浴室就是做这个汤面 给Yuan Seri的了 因为我上晚找了资料 但是发觉里面出现的食物不算太多 加上找到的菜式的话有点困难 记忆辛苦之后我就找到这个面的菜式 其实这个面很简单 因为它的汤底是大酱汤 我平时也有自己做大酱汤的习惯 是有点麻烦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其实做材料的步骤有浪费时间 刚才我下鱼干熬汤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去头和去内藏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所以有点苦 因为平时我自己做的时候 我会去头去内藏 但是因为我看隔壳的时候 她说不用 所以我就没做 但是果然是有小苦 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做的话 记得要把头和内藏去清 因为我下不同的材料 尤其是下了红萝卜和冬菇 虽然都是用大酱去做 但是它整个风味都很不同 但我自己说就喜欢吃平时的大酱汤 这个我觉得不是我的风格 好 这里就是之前买来的香水原液 这支就是香水的基础 然后有一些工具 然后有一些空瓶 不过我猜这个空瓶 我猜今天应该未必成功混出我想要的味道 然后一定要的就是一些凉杯 因为香水是多一滴和少一滴的分别超大 所以准确的份量很重要 然后这里就是之前我上一条香斑的一些 nooks 这些就是之前上评的时候 混合出来的一些方料 之前我上评的时候 也有连接了很多次 这盒全部都是之前上评的时候 我的作品 里面全部都是混合了的圆液 就是还未混合香水的基础 现在天气这么好 真的非常适合用来净香水 我觉得净香水说难不难 但是说容易也不容易 我觉得净香水其实某程度上和煮食好似 因为其实都是ABCD加在一起 就会做一支香水出来 跟你煮饭ABCD加起来 你都会煮到一项食出来 但是重点就是 你如何利用不同的份量 不同的搭配 去做出一个好闻的香味 或者一个好吃的食物呢 所以之前我上调香课程的时候 就是如何利用这些圆液的不同特性 调整一个你想要的那个风格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调香这件事真的很好玩 但是同时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难 虽然我小时候就开始接触香味这件事 但关于调香的知识 我觉得是上年开始才慢慢接触 调路是很长的 而且因为所有的学习都是无止境的 所以我不会说我学了调香 我就完全熄了 然后我就不用练习 然后我就会完全完美完美 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就算语言、音乐、这些 画画、艺术东西 全部都是需要练习 需要过程慢慢累积 那你才会有经验 就算是一个主食很棒的厨师 他都会不断转研 不断在研发一些新的菜式 所以我觉得调香这里是很漫长的 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让我可以有多时间练习了 那现在要如何做搭配呢 首先就是要将前中后调都分别 选择至少一种的味道 然后就进行搭配 花香呢 其实也有分单一花香 或者不是单一花香 然后每一个种类 它们的比例上都有不同 所以我现在就要先写下它 然后原液是由Base Note开始下的 其实调香是很强调的 香味想表达出来的那个感觉 所以将香味混合好之后 现在就去闻一下 现在出来的味道是否本身 你本身想象出来的那个感觉 比如现在这个味道我就觉得 它Topnox的过香太重 所以导致中调的花香出不了太厉害 但是它的味道很甜美 好像进入了一个苹果圆那样眼前是 很多很漂亮很鲜红的苹果 是日头的苹果圆 是刚刚下完月的早上 所以有点阳光 但本身我想强调的那个花香 被果香蓋了 因为和我本身想做出来的味道不同 所以是不合格的 耶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对我刚刚那个formula进行改良 如果混合出来的味道你是喜欢的 但是你可能觉得太甜 或者可能是太花的话 基本上只是调整份量 整个效果应该就会好很多了 但我这个的话 我就觉得原液上面的味道 因为我希望花香完全不存在 所以我就可能要再去 篩选 避的味道出来 好 那这个就是香水调香的过程 我之前想跳香课程的时候 就是每天在进行这个动作 所以嗅觉灵敏其实都挺重要 但是不是 我本身嗅觉不灵敏 然后做不到跳香 不是 是因为嗅觉是可以训练回来的 我自己也是 刚刚上课那一两次 有些原液的味道 我根本嗅不到 但可能上了五六次课后 忽然间嗅觉好像开了笑 忽然间嗅到很多味 班上每一个同学都是这样 而且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天气是很影响我们的嗅觉 如果下雨的话 有时会嗅到一些原料 所以刚才我不是说天气很好 是非常适合做香水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 今天是不太成功的 不过都是我意料之内的东西 我觉得是因为我想要的一些成分 我没有买到回来 所以还不出我想要的那个感觉 所以呢 之后可能要再下单 买多点回来才可以做到 好 现在收工 离间 不用了 不可能 这不是想要的 就能吃了 就是这个 就能吃了 所以不想要其他 所以你的名字是 短片 公主 你為什麼會這麼好吃? 這個是沿沙烈剛剛去到北韓 沒多久在家裡吃的小食 因為我本身不太喜歡吃韓國的飯焦 因為韓國的飯焦 他們喜歡加水變成飯焦湯 然後我就極不理解這個食法 但我看到他們這樣把它變成小食的時候 我就覺得可以一試 所以剛剛就試了做 而且很簡單 就這樣把飯煎焦就行了 因為飯很脆 就像甜甜的薯片一樣 外脆內軟的感覺 我很喜歡吃這些QQ的東西 但我覺得如果再鋪薄一點 應該會更好吃 就更加符合飯焦這個東西 其實之前看Kamgeri 做這個給他兒子的時候 已經想試了 但當然要用做Waffle的機器來做 但我沒有那個機器 所以我就放棄了 而且我覺得小朋友一定會喜歡 因為他我要吃到一廚度 你還吃得到一顆 就來喔 但是是可以看 這個東西 辣椒 火 抽出 中火 放入均匀 當中火 放入均匀 加入白色 黄色 我的晚餐 好 這個就是鼎鼎大名的北韓豆腐飯 我上次就在弘帝吃過一次 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然後我就上網找 然後是一個韓國都頗有名的飲食節目 Sumine 噴噴 都有教製過這個料理 超級簡單 混合好醬然後煎豆腐就可以了 總之說是陳馬等 要出去一些市場 然後是市場裡面會賣的食物來的 然後吃法就是把剛剛混合好的這個醬 塗在這個豆腐上面 其實豆腐的尺寸我做得有點大 因為我怕太小的話塞不到飯 所以我不想塞大 所以我就做大了 我覺得這個味道有點不同 上次我在弘帝那間北韓餐廳吃 餐廳裡面那個醬比較好吃 但我覺得煎豆腐很好吃 在北韓吃肉是一個奢侈 所以普通的市民是很少機會吃到肉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的食物裡面 全部都是菜菜菜菜和菜 甚至乎那些肉是人造肉 是用豆去做 豆皮的東西 不過其實本來我想做那個 但因為人造肉 我找不到哪裏買 所以就沒辦法做 但我上次其實我也覺得豆腐飯好吃一點 所以沒有人造肉也不要緊 我店開始吃火鍋 我去的話 我去這裡吃火鍋 鍋子 吃火鍋 要是太酸了 切放點 油 點湯 你了解 我錯過了 了解 所以不太快 我用冷藏了 我用冷藏 放入冷藏 半分煮 冷藏 冷藏 大家還不喜歡看下雨晨 我超級喜歡 大家如果睡不著失眠的時候 可以在YouTube搜尋下雨晨 有很多ASMR可以聽 有些是純下雨版本 有些可能會加上鋼琴音 因為下雨晨算是一個固定的頻率 固定的頻率可以遮蓋一些經常有變化的聲音 當我們耳朵習慣了這些固定頻率之後 我們就會比較容易進入一個安穩放鬆的狀態 所以就會比較容易進入睡 但我其實不是睡不著的 只是我的圖片變了日頭 所以我不是睡不著的 大家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今晚睡覺可以試試看下雨晨 你看看 紙點會好睡點 我們會不會看見 在我身上的地方 我們會不會聽到的 你會不會聽到的 然後我會不會聽到的 你會不會聽到的